而这位狠心的小妹妹则是被自己的亲爸给杀害 其实呢 她的父母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离异了 她的监护权是判给了爸爸 而她的妈妈前前后后一直找不到女儿 一直到去年向媒体投诉 也因此到后来检调开位 开始在找这个小妹妹到底在哪里 前前后后五次的提训 目前正在被关的前夫 终于在昨天这个前夫松口了 她坦诚早在七年前就把女儿给打死了 为什么要杀女儿 你会不会太狠心啊 走下咬手才几岁而已 是不是还把儿子卖掉了 我说话啊 敢动手不敢说吗 投胎安全帽被警方借题训问的江姓男子 就是涉嫌将五岁女儿杀害后弃尸的狠心爸爸 而同时间被警方约谈到案的 是江姓男子再婚的野心女子 警方怀疑对于整起杀人弃尸案 她有可能知情 而坐在警局角落的 则仪式救世文庆赶到的女童生母 在两名友人的保护下 暂时会对外声明 时间回到去年五月 因为迟迟没有女儿的下落 恩恩的母亲拿着照片 希望媒体协讯 可以帮我们 所以说真的希望越来越小 越来越没有希望 即使希望越来越小 女童的母亲仍不愿放弃 因为与前夫离婚之后 前夫拿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过女儿 而七年过去 她仍然思念爱女 就算我做噩梦 他们还是安慰我 因为没有人要相信说 可能小孩子真的不在 根据警方调查 92年女童出生之后 隔年两人离婚 女童归父亲抚养 不过在96年7月 女童就遭杀害 而一直到99年 江姓男子因案遭到通弃 103年8月才落网 不过仍坚持不愿说出 女儿下落 直到11月20号 才坦诚失手杀了女儿 并竟爸爸 再昏身的刺子也卖掉了 但因为他无法交代刺子下落 检警还在追查 在家里然后因一些戏故 然后一时就动手 然后太过于大力 还是这样 人家小孩子倒下去 然后就死了这样 外套蒙蒙 夜行女子遭新北地检署 遵讯后认为她涉嫌非重大 21号凌晨日令限制住居 江姓男子则还押监索 而警方依照江姓男子的公词 在土城山区找到疑似骨骸 不过仍需等待法医见识 才能确认是否为女童遗体 而等待了7年 最后的是换来梦碎 伤心的母亲 请何以堪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